可怀伦纳德看上去会常有的留在多伦多了 近卧神爆料伦纳德对夕月猛龙持开放态度 和他一起转会多伦多被达民隔离组中 他未来很难离开后 猛龙总经理马赛乌杰里在接受露天看台的采访时 又是心事淡淡的表示 他愿意被伦纳德留在多伦多下任何赌注 误解里的自信性爆棚绝非只是因为伦纳德身边人的爆料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正在策划的操作能让伦纳德安心留在这里追逐总冠军 根据美媒的爆料 猛龙目前正在和热火 太阳 尼克斯进行一宗涉及时人的大交易 在这壁大交易中 猛龙将送出约纳斯瓦兰修纳斯 C.J.麦尔斯 诺曼鲍鲍威尔 2021年的二轮选秀权得到哈桑怀特赛德 T.J.沃伦和特洛伊丹尼尔斯 太阳送出沃伦 特洛伊 泰森前得了 2020年的二轮选秀权 太阳则得到了他们最需要的超级空位 尼克斯则继续完成清理心境空间的任务 就在之前一天 他们透露了要在2019年夏天为欧文补习一切代价的以元计化 为此 他们还在今天宣布将要买段洛阿的合同 以准备更多薪金空间招揽超巨加盟 蒙龙无疑是这则交易中得到实力补强的最大赢家 他们在伦纳德和洛瑞的身后增加了一位更能终结篮框 还能为他们补位的超级内线 他和伊巴卡的组合将是联盟最强的内线防守 再加之伦纳德和格林在外线的铁闸防线 蒙龙有望和凯尔特人竞争联盟最强防守球队 而这正是现在最能击败勇士的方式方法 莫伦则是联盟现在最被忽视的明星小前锋 上赛季的场就能轰下19.63 是上赛季的分效率第三的小前锋 仅次于勒布朗和杜兰特 他的超六属性将是猛龙竞争总冠军的利器 而丹尼尔斯则能为球队提供他们最急需的外线火力